珊珊 你说什么呢 这父母还有拿钱请的吗 是啊 哪有人花钱请父母啊 梅儿 你怎么了 我没事 我知道你不喜欢好珊珊 我答应你 我也不会让他来我们家了 真的吗 叶哥哥 叶哥哥 你对我真好 谢谢 人都看着 你看 这俩孩子感情都好啊 是啊是啊 我看啊 要不今天就让这俩孩子 把证直接领了吧 领证 对呀 你看啊 我们在国外做生意 挺忙的 今天难得回来 到时候他们结婚的时候呀 不一定能回来 难得今天大家都在 要不就直接把证领了吧 是是是 这样呢 我们也安心 对对对 没错 只要我跟我业里认证 就没有任何人能够支持 只要两个孩子商量好就行了 我呀 不反对 叔叔阿姨说的也是 反正婚礼下个月举行了 啥时候认证都行 你说哪边 我都听你的 好 就那么定了 吃完饭 又去成证 时间差不多了 人也应该带来吧 来 新加坡 今天高兴 我们喝一杯 好 好 来来来 快喝一杯 小叶 小叶 敬祝一下 真是幸福的一家人 我好羡慕啊 哎 珊珊啊 真是可惜了 要是我们家冷夜呀 没有女朋友 我真想让你做我的 还是媳妇 珊珊真是可惜了 要是我们家冷夜呀 没有女朋友 我真想让你做我的 还是媳妇 妈 你说什么呢 阿姨 冷夜这么好的男人 我怎么敢打她的主意呢 珊珊 是我们家冷夜配不上你才对 她说这话什么意思 冷夜配不上她 就只能配我呗 来来来 继续喝 来 继续喝 哎呀 你别喝了 呃 我的意思是 您不能再喝了 再喝就得喝醉了 没事 我的酒量好着呢 今天高兴 来 高兴你也不能这么喝呀 妈身体不好 你还得照顾她吗 她身体好着呢 你 来来来 喝喝喝 我怎么听说 曲太太去年 得了一场重病啊 怎么身体恢复的这么快啊 怎么这么快就痊愈了 是啊 多亏了梅尔尽心尽力的照顾我啊 所以呢 我才会复得这么快 那梅尔小姐可真是个孝顺的人啊 是啊是啊 哎 哎 我看呢 这饭啊也吃的差不多了 那我们现在去陪梅尔 把证明的吧 呃 对啊 爸 你不是说你下午还有事吗 哦 对对对 瞧我这记 一高兴啊 就哇 小燕 妹尔 一家 短期时间领证 领安证 我们就回美国了 啊 这么快吗 我爸做生意嘛 比较忙的 不是说是小生意嘛 怎么连一天的假期都冲不出来啊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 就不劳黄甫小姐你费心了 行了爸妈 咱们赶紧走吧 那我送的厨师还行 哦 你去送吧 嗯 哎 圣圣 这一家人怎么觉得怪怪的 有吗 群妹啊 这段饭吃的不好说吧 更大的惊喜 马上就要来了 哎 你是谁 怎么会在我家 我是谁 哼 这得问我的好女儿 群妹啊 嗯 群妹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 群妹啊 老娘好歹养了你几年 嗯 现在嫁入豪门了 连我这个养子都不认啊 你瞎说什么呀你 你别自然乱人从亲戚 你没看见我爸我妈在这儿呢吗 放在你那样狗屁 想当说我把你从大街上捡回来的时候 什么都不是 你不但更走路的男人 还偷懒的钱跑吗 现在翻脸不认人了是吧 啊 胡说什么呀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你就是华晨辉 我也不会认错走 你放开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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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的 救我 你放给他 小兔子 劲儿还不小啊 我怎么知道我是谁 他娘子是你赵的娘 都好好笑笑我 哎 就对了 竟然和这个贱话被欺负我 告诉我 你嘴巴给我封干净 脾气还挺大啊 看在你 你是我金归序的份上 老娘今天原谅你了 以后好好孝敬我啊 叶哥哥 你把这个疯狂子赶出去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一身名牌啊这啊 你想干什么 去没有啊 你别以为你找了两个人来假扮父母 就能成为附加小姐啊 我呸 建筑就是建筑 就是穿金带人银 也是啊 接着要饭的贱货 你 你给我闭嘴 你把东西干什么 把他给我赶走 别动我 之前你没说有这个习惯要演吗 什么 你说什么 什么习惯 你说清楚 你别问了 这个钱 我不要来行不行吗 这也太复杂了 我演不了 你也找谁找谁去 你不回来 那那我也心中了 完了 这个完了 完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亲家怎么都走了 阿姨 这还看不出来吗 这娶小姐 花钱找了两个演员 来扮演自己的假父母 这真的来了 假的自然就跑了 闭嘴 你给我闭嘴 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是不是 这个疯狂的也是你找来的孙子 你可别冤枉人啊 你杨母自己找上玩来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你 你一开始就在针对我 你就是借不得我嫁给叶哥哥 你就是顾及万一般来找我复仇的是不是 够了 够了 冷叶 这就是你要带回家结婚的女人吗 满嘴谎话 甚至连她的父母都能找人嫁犯 曲妹儿 你接近冷叶到底什么目的 还有什么目的 他慕虚荣 想嫁入豪门呗 叶哥哥 你给他解释 不是这样的 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 我相信你 你一直都在骗我 没有 我没有骗过你 那我问你 半年前你说你五星中兵 去国安医治 你回去陪她 也是假的对不对 我 我可去不起国外肯定 曲妹儿 你到底有几个吗 你闭嘴 叶哥哥 你要相信我 我是真真爱你的 我就是害怕 你发现我是个孤儿 会瞧不起我 我才出此下策呢 我真的不想失去你 我才会这么做呢 叶哥哥 相信我 你放开 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 我每次提出我见你父母 你都借口推脱 我怀疑过你 但是我还是选择相信你 因为我爱你 但是我不明白 我好像 不太认识你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单纯善良的小女孩 那个火火出命 愿意救我的女孩 我们现在 变得满醉火火 是这点父母 都用重人加班的一人 我没有 我没有叶哥哥 我还是叶来的那个 我 只要我们全心相爱 不就能在一起了吗 单纯善良个屁 你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闭嘴我闭嘴 什么 怕是知道 让他说 你这个小贱货 从小就会演戏装可怜 我把他养大 我但偷了我的钱就算了 他拐走了我的男人 最后把我的房子也烧了 什么 竟然还有这种事 冷叶 这种女人绝对不忘记我冷家的大门 难道 你还想再出第二个不清欢吗 原来他也知道不清欢 我和冷叶结婚半年 他可是一次都能出现的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只是不承认我这个儿媳妇 我 我不是顾清欢那种乱毒的女人 叶哥哥 你要相信我 我是真心爱你的 你不能 你不能因为这些陌生人几句不相干的话 你就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啊 还有你 你让他想把心你 你把我害得害不够咱是不是 是不是非要把我逼死了 你才高兴啊 想 我现在就去死 你总算能满意了吧 没有 他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这小店铺惊得很 把自己看得比什么都重 没有 还真是爱得够深了 你还在这儿干什么 赶快离开我们家 再怎么说 咱们俩也是亲家的 没这么绝情吧 什么亲家 在全家这种人啊 跟你嫁不到我们家 赶快过来 什么人呢 阿姨 那我也是先走了 先生 今天这事真不好意思 让你见笑了 哪里的话